一对情侣正在甜蜜互动,男人满怀期待,结果飞来的超大号内衣,内心却很是疑惑,这玩意打跟女友的奥妙身材不匹配呢,在面对美食的诱惑,老金并没有多想,完事后,宝儿姐就带着老金见了家长,那只老爷子却满脸担忧,哎,闺女两岁我就抱不动了,你真的喜欢他吗?那只老金一听这话怒了,哪里见过这种父母啊,上来就说自己闺女不好的,老爷子一看老金这架势,显然是真爱没跑了,就把老金爱排到公司,当接班人一样好好培养, 两人的爱情呢,也是突飞猛进,只是宝儿姐会偶尔摔一跤,引来旁人异样的目光和嘲笑,这下可把老金惹急了眼 你见那小小猫啊,你见那小小猫啊,她是跟我来的 点下饭是吃不成了,两人一起来到泳池跳水,你太low了,看我的,不了宝儿姐一记深水大战,好家伙,老金倒是没被吓到,却把一旁男人吓坏了,刚才还在游泳的儿子不见了 而就在两人约会时,老金却接到了好友的电话,玛丽玛丽红,娘的神经病,老金挂完电话,刚想回到座位上,竟然发现宝儿姐变成了大胖子 老金刚想上前询问,却被好友拦截了下来,原来老金不正常的审美,引起了好友的担忧 于是好友找到催眠大师,想让他帮助朋友看看病,那这大师一听病人是老金,果断拒绝了 原来老金之所以会这样,全是这个大师搞的鬼,但大师也是为了完成老金寻仇真爱的心愿 在得知催眠已经严重影响到老金的生活时,也是把解除催眠的咒语说了出来 然而老金却并不买账,更是怒至好友破坏了自己的好事,因为他已经爱上了宝儿姐 恰巧这时宝儿姐找上了门,这下老金可慌了神,失去了催眠术的加持,使他不敢正脸面对宝儿姐 害怕自己以貌取人伤害到他,只能一点点疏远宝儿姐,但没有宝儿姐的陪伴了 老金也仿若丢了魂,就连自己一直奉为女神的邀请,也只是敷衍了事 哪知女神竟然向老金表白了,恰巧还被宝儿姐看到了 但宝儿姐并没有死心,更是知道了一场偶遇,但老金并没有愣出宝儿姐,这让宝儿姐伤心不已 哪知这个混蛋电话又打来了,嘴里还说着满是甜蜜的话 这下老丈人不干了,怒斥老金不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老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鼓起勇气,来到女友家里道歉 却不让认错了人,直接和保姆怼上了 而这一幕,恰巧还被丈母娘看到了,这下尴尬了 但丈母娘可是个名世里的人,听完老金的解释后 倒也没有在追究老金调戏保姆的事 带着老金找到宝儿姐,这是她第一次真正面对心爱的女孩 并没有因为女孩的面貌而感到不是 因为她爱的是女孩的灵魂,而不是一幅虚伪的外壳 宝儿姐也被老金感动,一把抱起老金,奔向了幸福之门 爱情是什么,你真的懂了吗? 我是404,爱你